看一下酸鹼中和跟鹽類 現在我們先介紹一個單元 第一個重點介紹的是酸鹼中和的反應 第一個請上去 酸跟鹼在反應的時候會形成什麼東西 請上去 鹽類 還有呢 水 我們舉個例子好不好 我們幫忙舉個例子 譬如說 NAOH就是氫氧化鈉 加上鹽酸是HCl 請問你它會解析成什麼 解析成什麼 這個NAOH就解析成NA症跟OH2對不對 然後HCl變成是H症跟Cl 不先這樣解析 然後解析的時候的時候呢 它的症離子會跟後面的負離子合在一起 所以變什麼 NACl 然後OH跟H症會合在一起 變成H2O 然後所以這個NACl 就所謂的什麼 氫氧化鈉就是所謂的鹽類 會啦齁 這個呢就是所謂的化學反應式 好但重點來了 請看現在這個地方就是說 離子反應式 什麼是離子反應式知道嗎 就是說 有的時候我們想要統稱 所有的酸跟所有的鹽類合併 請問你 怎麼合併 來注意看喔 離子反應式就是 NAOH裡面我只寫OH負 好只要我寫OH負 代表就是鹽類 什麼鹽呢不知道 可能是氫氧化鈉 可能是氫氧化鈉 可能是氫氧化鎂 可能是氫氧化鈉 可能是氫氧化鈉 可能是氫氧氫氧什麼 聽懂嗎 所以只要我寫OH負 就代表鹽類 什麼鹽不知道 它是鹽類通稱 對不對 好一樣 當我寫H症的時候呢 指的是什麼 酸類 什麼酸 不知道 可能是硫酸消酸素酸 鹽酸 不一定 會啦齁 然後合併的時候呢 就變什麼 H2O 這個叫什麼 就是所謂的離子反應式 那在這邊呢 就不會出現什麼 眼淚了 因為什麼眼淚不知道 因為我要看是什麼酸跟什麼 鹽類嘛對不對 這樣會啦齁 然後熱量會怎樣 一定會幹嘛 上升 所以要屬於什麼 放熱反應 放熱反應 然後水溫會怎樣 水溫會上升 OK 可以啦齁 那麼反應之後呢 酸鹼性的話 是什麼行李 酸跟鹼性的什麼 強度而改變 強度而改變 強度而確定的 強度而確定的 好 那麼 我們可以判別 用什麼 酸鹼子劑的判別反應 酸鹼子劑 用什麼 酸鹼子劑劑 把寫下去 酸鹼子劑劑 來判別 好 判別反應是否完成 那 完成之後呢 你把它蒸發之後 把血蒸發之後 會得到一個眼淚 會得到眼淚 會得到眼淚 OK 這邊舉了一個例子 這邊舉了一個例子 那這邊其實應該很簡單 告訴我們說 比如說酸 酸鹼子寫HA 然後減A 什麼BOH 注意喔 那個A跟B呢 指的是某兩個那個 呃 說原子環 或者是離子 會啦 然後他們減離的時候 一看減離生什麼 A負跟H正 BOH 減離生什麼 OH 負跟B正 那這個怎麼辦 正的跟負都會合在一起 負都會跟正的合在一起 變成它 這樣看懂嗎 所以這個很簡單 這個就是什麼東西 這個就是酸類 這個呢 就是鹼類 這個呢 就是鹽類 這個呢 這個就是水 這樣子 會啦 這個是所謂什麼東西 酸鹼中和 好 那這邊呢 你看這邊有沒有 就舉個例子了 我們堂考題目 有鹽酸 硫酸 硝酸 跟醋酸 四種酸 會跟誰配 另外四種 氫氧化鈉 氫氧化鈍 氫氧化鈴 會合在一起 所以你猜總共有幾種可以對方式 四種乘四種 最多有幾種 十六種 是可能的方式 就大概這些 OK 可以嗎 好 那下面就有一些一大堆的練習 我看到練習這些 你現在馬上練習這樣好不好 我們做幾個可以嗎 你做一 四零 這個 還有這個掉好了 好 這個你馬上練習好不好 馬上練習一下 然後順便把它平衡一下 OK